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社会和自然的和谐 那么还有一个就叫人认社会内部的和谐 因为现在其实人跟人相处 现在因为现在整个的互联网信息 包括交通 人的流动 其实过去那种按严格的区域划分 这边界已经被打破了 被打破以后的话 其实它面临着很多人跟人之间相处的一些冲突 各种各样的呈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探讨一下 人类社会内部的一种和谐 所以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信用化 在实践信用化的时候 我也开始慢慢把注意力放到了 人类社会内部 怎么去认知它 所以按照大学 按照中国古人来认识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一个小家庭来入手 然后在旺外拓展是一个社会 在旺外拓展是个整个天下 那么具体的呈现 我把它提点 总结成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家庭 它需要有相应的家文化 第二个的话是 今天社会的主要的载体 主要的发挥作用的 其实是以企业为单位的 所以企业怎么去经营 以及企业文化 第三个层面是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的话 它有一个主流价值观 其实在今天 大的主流价值观 一旦形成任何一个企业 任何一个单位 任何一个学校和家庭 其实无形中 都是这些价值观的影响 这是大的系统 所以在这样三个阶段 家有家文化 企业有企业文化 整个社会有社会文化 其实这三个层面 那我自己在学习 儒 道 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在学习这些经典的过程 在实践的时候 发现实际上 他们可以有各自的一个侧重点 其实儒家在经营 家文化这一块 有它特别的优势 就是很容易入手 那么在道德经 因为道德经的智慧 它不关注微观的个体生命 它关注宏观的整个人类 人类社会作为人的存在 它在自然万物里边的地位 以及它怎么完成 它的智慧提升 所以它的视野一下就开阔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在那么整个 它讲了万事万物的规律 那这个万事万物规律 在我们为人处事里边 这个事情里边 都可以用上了 所以我在 觉得在构建企业文化的时候 实际上 那道德经的智慧 就变得特别的容易入手了 然后第三个层面 我们就谈到了 整个社会文化 因为社会文化 它就有点更大了 这个系统更大了 那更大的系统里面 怎么去认知 整个社会系统 这里边的话 佛教 因为它关注心 它关注心底层的结构 所以这样的话 它在构建认知 人心 这个系统里面 就特别有效 是 对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 上一次我们在对话的时候 刘老师也特别讲到 这个人心 它的 做了个比喻 像我们爬山一样 对吧 我们都要爬山 爬山的过程中 各种各样的垃圾 可能就会产生 产生的话 其实 这个如道佛就开始分工了 分别要捡垃圾 和不同阶段 来捡什么不同的垃圾 当时我就引出了 我们人的内在系统里面 我刚才说的是 外在的家庭 社会 这个企业 社会 是外在的呈现 但人有一个内在呈现 就是人心灵上 有一些垃圾 这些有一些负能量 需要做转化的 当时我们提到三个模式 一个就是 最底层的 是认知系统 是认知 是概念 中间这个系统 它是一个情绪 情感情绪系统 那么最外面的话 是人的业力 习惯 和性格系统 所以这三层的话 实际上它都层层的 把我们的心 给它包裹起来了 所以实际上在 我们心性净化 高位智慧提升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存在 这三个系统的进化 或者转化的问题 我也把这三个系统 分别对应成了 我们的儒道佛的 这个作用 也做了一个区分 在转化我们的业力 习惯模式这一块 儒家是它的特别的效果 因为它告诉我们 做人应该怎么做 言行举止上 它的规范是什么 这样一个人 就具备了基本的教养 所以在情绪的 转化系统里边 道佛 它的就特别微笑了 因为它无知无欲 它对人的欲 这件事情 带给人生命系统的 一种干扰 让我们无法随顺大道 道法自然 因为自然的能量 它是它固有的频率 但是人因为有欲望 有情绪以后 它就会偏离这种 这个轨道 所以道的能量 就静下来了 它让我们那些 一些情绪 一些欲望 自然得到静化 那么在我们更深层次的 有一个系统 就是人的认知 人的观念 概念 其实这个系统的话 佛法具有特别的价值 因为佛法最终 它讲的空性的智慧 这种空性的智慧 它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说 我们慢慢把自己 内心的一些执着 慢慢放空了 执着放空的过程中 让我们心的 本质具足的那种智慧 那种能量 能够无障碍的释放 这就是空 内在是空的 外在呈现出妙有 所以这样的三个 我们如 道 佛 三家 所谓的三教合一 实际上 他们在一个整体的系统里边 各自发挥着自己独到的价值 对 然后承担着自己的独特的责任 对 那前面我们两次对话 有分别把大学 儒家的代表的经典 和他的家文化的构建 还有道德经和企业文化的构建 做了简单的探讨 Sure